中央CDC宣布第二级警戒延长到8月23日外 并提出第二剂疫苗施打原则 其中65岁以上长者将采预约登记及造册集中施打的双轨制 对此金融市长刘昌特别感谢中央听取他的建议 让长辈不用再担心 对这一点我想是应该要肯定 也很感谢中央听进去 我之前一直在呼吁 就是65岁以上至少一定要踩双轨 去预约登记可以 但是照册来集中施打 我想对地方执行疫苗施打的任务 一定会更加的顺畅 因为之前也都非常的顺利 我想中央做了这个决定 我想对疫苗施打的作业 还有很多的长辈担心 终于也可以松了一口气 另外对于行政院为了振兴国内经济即将推出五倍券 宁耀昌回应表示金融市也会推出相关配套措施 希望让大家来基隆消费 我们金融市其实已经超前部署抢商机 在这个五倍券还没有推出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这样子做了 那未来当然行政院如果进一步推出五倍券 我们当然还是要把这个商机留在我们金融市 那我们也会配套的推出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不只要把金融的商机留在金融 我们更希望要把别的县市的商机也带来金融市 这一点这个我们也会配套的来做规划 至于台北市考虑让万华茶艺馆在9月恢复营业 相同性质的金融小吃店是否跟进 牛昌强调八大行业还未开放 根据经验需审慎以对 那最主要是因为八大行业的部分 目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它还没有开放营业 那我想这部分应该要审慎一点 那并且也要继续在这个本土疫情初期的这个经验 那应该还是审慎以对 并且还是要看整体的疫情的一个状况 再来做审慎的一个评估会比较好 因为这比较特殊一点 另外中央CDC宣布 游泳池开放 牛昌表示将考虑先让选手恢复训练 如果疫情稳定 会进一步思考开放篮球场 及社区内的儿童游戏场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可以思考我们许多游泳的选手的训练 我想可以先行来做一些恢复的规划 那至于其他的一个场所大家也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是认为若疫情持续的稳定 那趋缓的话 那在下个礼拜我们金融市会进一步思考 包括大家年轻朋友关心的篮球场的开放 还有包括很多的家长关心的社区的儿童游戏场的一个开放 那我们会在下个礼拜来进一步思考 那如果疫情趋稳的话 我们会在防疫的指引之下来做适度的一个开放 牛昌表示金融市从6月底首度零确诊 到目前已经累计30几天加零 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还是呼吁大家心情可以放轻松 但是防疫不能松懈 确实遵守相关防疫指引 才能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